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平时的《神神秘秘》 都是小猪讲开场白的 今天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由东东我Angela来做开场白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原来《神神秘秘》不知不觉 已经做了50集 50集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其实在我们计划做这一集的时候 我们正在想50集 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时间 50集 其实是52个星期 差不多一年了 差不多一年了 有双庭的节目加加麻麻 真的足足一年了 其实我想起 刚刚我第一次听小猪说 故意神神秘秘了一个网上的电视节目的时候 虽然我没有跟你说 好的 但我很替你开心 多谢 很替你开心 好的 因为以我认识的小猪 其实你真的在新世纪 新心灵 甲塔罗牌 做了很多东西 好的 医生 商庭老师的翻译 其实你也接触这个范围很久了 亦上过很多的课程 对于你做《神神秘秘》的节目 我也挺期待的 多谢 所以我想问你 为什么当初你想做一个什么节目呢 其实 我在这个节目之前 我没有想过自己的节目 我之前也有做过个别单元的嘉宾 又或者当时 有些访问 有些访问 还有在网上电台里面 我都试过做一些客席的主持 或者去帮助 大家都认识了King Sir King Sir 那时候他的节目 我也有上去的 还有在我早期《神神秘秘》的节目里 King Sir都经常来帮忙 谢谢King Sir 但有一天 我有个好朋友 小文 看这个节目 知道是谁 以前的监制 是这个节目的监制 是监制 然后他就召唤我 他说 你这个节目 你试试去做 想到这些什么节目 我一来说他都是新年代 因为他不是完全是新年代的人 我说你那些是神神秘秘的东西 好吧 他就叫他神神秘秘 就是这样想到神神秘秘的名字 是的 然后他第一天来 他打算叫我去讲塔罗牌 因为真的很多人认识我 因为是塔罗牌 嗯嗯嗯 那我就 好吧 第一天来一集 我打算去錄塔罗牌 錄下去就很有意思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继续 我说好可以继续 他当初本来就是叫你去做一集的节目 做几集 可以做几集 试试这几集 试试这几集 然后做一做一做一做 你喜欢说些什么 你就说吧 他给很大的自由度 我很感谢小文 然后就开始去继续一些节目出来 去预备 譬如今次讲下一次的题目是什么 去继续一些题目出来 那时候小文 和King Sir 我们一起去继续一些节目出来 嗯 就是继续节目的内容 当然 屿不免 我一定会继续到他赛斯的东西 其实赛斯的东西真的讲了很久 他现在讲了十多年都没讲完 其实你讲了50集的赛斯的东西 可以这样讲 差不多 这节目就开始了 也是一路自己慢慢地走一路自己去明确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路一路摸出来的 这个节目是 嗯嗯嗯 初初那几集就是这样摸出来 是的 但其实我那时候 我都没有跟着你的节目去看 但是我知道不停地这样出 那出下出下 50集了 是的 其实现在 就是由初初做那几集 那这50集来 其实你有没有转变到呢 哦 很大的转变 很大的转变 嗯 起初做节目有些 戚戚而言我 我行不行 有没有人看的 蛤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对话 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冷满 当然是 我自己有一班学生一定会看 除了那班学生之外 有没有有别人看的 有没有人喜欢这些题目 还是这些题目 经常说那么多大道理的东西 现在有这么多娱乐的节目 有这么多选择 有这么多的游戏之类 有这么多的游戏之类 有多少人真的会去看这些节目 也透过这个节目 也透过这些电台 网台的节目的时候 原来我发觉 香港的新年代 是一个很庞大的力量 嗯 都挺庞大的 而且真的 带入了保平世纪 我会觉得 人的意识开始扩展 越来越多人会进入 这个意识扩展 进入一个高阵频 他真的会去接触 这些心灵层面的东西 嗯 其实我都发觉 看这些书 或者接触这些 新年代的思想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且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我开始在我自己的课程 或者上来我中心 很多人慕名而来 上来就说 我终于见到你真人了 或者因为我看到你的节目 或者我第一堂 叫大家介绍自己 他会说 因为看了我这个节目 而来上堂 或者来找到我这个人 真是很感谢 这个节目所赐 你会知道每个星期 很快就有一个星期 我要准备一些题目的时候 我真的要去做一些搜集的工作 即是要做功课的 我有时会去听他医生的讲座 看看有什么的点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以带回来 因为他的讲座是国语 用一个香港人的文化去讲出来 有时可能是 Sony老師 或者自己去看书 或者自己那个星期 有什么社会上发生的事 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去提的点子 就会去准备每个星期的题目 也当中有很多的 我要不断去 我已经知道 要不断去温习一些的题目 温习一些新年代 或者是蔡司的题目 都令到我有一种细节目 其实反过来 我刚才听你说的 你会说 这个节目有没有人看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当我第一刻 我知道 我是陈小珠的一个节目出版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不会有人看 我也不会有人看 但是身份本公司 是会多人看的 还有我会觉得 神神秘秘 这个节目很有趣 我觉得神神秘秘是 说真的 诡异的东西 或者是灵异的东西 有一批人有兴趣 但是有一批人很抗拒 我是那些很抗拒的人 但是我觉得神神秘秘 是一个 放在一个位置 好像老少都涵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 是会受欢迎的 其实我都不断和P.A哥哥说 我们需要不需要改另一个名字 因为这个节目一点都不神秘 我们讲很多道理 讲很多新世代的概念 但是你初初说塔罗牌 塔罗牌给人的感觉 真的是神神秘秘 是的 但是当我们走着脚去 去认识塔罗牌 其实他的神秘面纱 是立刻揭开了 没有什么神秘 也是进入人类前意识的工具 所以可能参加了这50集之后 你的节目要改名了 但是这个节目有他一定的欢迎到 因为他们的制作人员也有告诉我 这个节目都可以的 这个点击率都可以 所以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也想不到这么快 真的很快 一年时间过得很快 好 第二条题目 第二条题目想问一下 其实在这一年里面 你会有没有特别留意 你有哪些你成长了 就是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 你的得着 或者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刚才就说了 刚才就是说 我在我备课那里 就是不断去重温一些课题 譬如我重温一些蔡司的资料 譬如亲子 如果不是这个节目过程 我不会特意接触这么多亲子的东西 我会知道 有时候我会带 譬如我请一些嘉宾来 我很开心 我请了Wordoff的 是台湾的女士 她是一间学校的校长 是 台湾一间Wordoff学校的校长 其实这个女士 她是把Wordoff带到台湾的 是什么 还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你 刚刚我收到 就是Wordoff 已经有小学了 在台湾 有台湾吗 有中学 有中学 台湾有中学很久了 但是她又多了 又多了 又多了 即是有多了一间学府有中学 是全资的 即是政府资助的 是的 所以全资不是牛奶 是政府资助的 所以其实不容易 她将一个概念带到台湾 而令政府所认受的 而且一直推广得这么好 其实香港都是因为 看到台湾成功的经验 而是有些老师在台湾支持香港 而令到Wordoff 这个东西在香港可以走 其实香港一直都在走 以我所知 香港的小学 都即将会有 不过学废不菲 那你又会变得普及化 我所知 所以你说成长 我会因为要去 准备每一星期不同的题目 而去接触那些题目的东西 而令我一直在扩展 好的 我又讲讲我的感受 因为其实我都会 和你一起上课 有很多东西 但是我发觉 我们之间不同的东西 就是很多东西我都听过 但是如果你看我 从头都说一次 我也是没那么容易的 但是我想听你说的时候 我发觉 可以的 就是你说的东西 是很流很多 里面的资料是很充足 很充足 譬如一个听了的人知道 和一个知道的人要说出来 其实是不同层次的 是的 我也挺承认这是我的强项 就是我可以将一件事 用你明白的方法 去说一次给你听 又或者用所有的 用我的演绎方法 成为一件容易吸收的东西 告诉别人 我也挺知道 这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觉得 我不介意将我知的东西 和大家分享 可否接受一些尖銳的问题 是的 你说做了50集 是的 其实也对于很多赛斯的资料 了解深入了 尖銳的了 你还可以吗 你准备吗 你觉得在你的实相层面 在这一年来 有没有什么的转变 实相层面 我们常常说 信念创造实相 可否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过程 有什么信念不同了 现在你的实相层面 真的有什么改变了 实相层面 我想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就是真的学生群大了 因为真的有很多无名而来的人 课程也爆得很快 好的 实相层面 因为有很多新年代的人 会来找你 其实这班人 以前我会接触一些人很明显的 他未必完全知道 新年代是什么 你跟他说 信念创造实相 也要解释一大论 这样的 但现在有很多很准备的人 来了 我会觉得好像叫他们来 大家集合成一股 是不可以以为是团体的 但大家都好像有一个 知音 又或者大家有一种 尽在不言中的了解 但信念呢?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信念 正如我说 如果实相层面 就是内心表面镜子的话 我想我对New Age那种督定 那种肯定 那种肯定 我会更加紮实 对于我现在走这条路 我那个姿势 是更加强的 所以也因为我里面有这种信念 而吸引这个实相 因为实相只是一个结果 好的 即是你是基于现在的结果 你要很确实地描述 里面有什么改变 我未必可以描述 但我绝对相信 我里面是一个改变 所以这个状况才会发生 除了这一件事之外 我们经常都会说 譬如有些人说 不辛苦 怎样用監裁 类似这些信念 他就会创造他的实相 那其实有没有一些实质的信念 我不明白 你问你 很明白 譬如 假设 你觉得以前 我一定要做 我才有钱 但现在呢 可能你的信念是改变了 我上一集就有提及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一些实质的信念 我不是很明白 很实质就是 刚才的学生多了 譬如 我说这个节目 再出街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香港 我已经去了玩 我真的信任 我可以离开 然后事情是可以继续发生的 那就是这些事情 好的 其实我和家人的关系 也有些不同 其实很有趣的 这个节目 令到我身边很多人 了解了我做什么 无论他是不是这些人 包括我有些朋友 因为我每个星期 都会把这个节目上我的Facebook 嗯嗯嗯 我相信我有些朋友是会看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正如我分享过 我的朋友不知道我做什么 其实我很惊讶 你告诉我 你弟弟不知道你做什么 是的 我三个人不知道我做什么 因为 以我所知 小珠的塔罗中心 和他弟弟的办公室 是在一起的 以前 很多年的以前 十年了 差不多有 是的 由他开中心以来 他弟弟自己的 另外一个生意的办公室 就是拍着他一起的 因为我多数是晚上活动 他就是日口的活动 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在一起 就没有关注的 是的 所以我很奇怪 他应该是一个 很了解你做什么的人 他会知道我 他会在行动 一个 可能他知道 就是买卖一些 套楼牌的东西 但他不知道背后的精神 是什么 我意思是这么说 所以呢 透过这个节目 我真的很有机会 去讲 我想讲的东西 而令到我身边的人 开始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OK 是的 我不是只是教探楼牌 拜托 我不是只是教探楼牌 不如你说一下 你还在教什么 因为很多人说 我教探楼牌 这么简单 我是教探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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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有兴趣教探楼牌 我也没有兴趣教探楼牌 但是我有兴趣透过这些工具 和别人分享 生命到底是什么 一回事 生命的来龙去蜜 是什么一回事 小猪就有教探楼牌的课程 但是罪雍之意 就不再只是教探楼牌 是的 你希望透过教探楼牌 这不是不会吸引我教探楼牌 十几年 你会透过教探楼牌 这个工具 你可以讲到一些蔡司的东西 讲到蔡司的东西 或者分享 透过这个工具 大家去探索一下 自己的生命 发生了些什么 然后你又有教零数学 生命数字 生命数字 是的 还有教教探楼牌 或者ESP 这些课程 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把生命的价值提出 生命的价值是什么 这才是我的资源 你好像还没有在你的节目 提过生命数字 你们反映一下 如果你想我说 我就说 小猪教生命数字 教了很多年 而塔罗牌 我和小猪一起学 但是生命数字 我是跟你学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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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小猪在生命数字 曾经出过书 而这件事 我很少提 是的 我很少提 我说我又很惊 你为什么少在这个节目上提 不知道 是的 这是我其中一个 我教的东西 因为其实练文学有很多套 外面有很多套练文学的学说 因为这套东西 比塔罗牌的时间更加长 也有几千年的历史 比塔罗牌的时间更加长 更加长 它的历史更加悠久 尼文学 但是有这么多套的学说 其实我也有看过它的资料 有接触过上课 但是我现在的尼文学 是练文学了这么多套的 一套我变化出来 你可以用变化 不过我觉得 它会套到进去 其实我觉得尼文学是一个哲学 是一套生活的哲学 是一套生活的哲学 让你去探讨不同的课题 不过它描述人的角色 又或者它会说一个人的组合 是什么 人性的组合性 是什么 是一个研究人心理的一个学说 我静静悉悉地告诉你 你认识 对我来说是什么 好的 那你还有教Channeling的班 Channeling 是的 如果你想知道 之前有一集是讲Channeling 我看到一些学生上来去分享Channeling 这一样东西 还有这个ESP 是的 感官知觉 即是你 正如小猪 常常都在强调我不是自己教探老板 是的 Anyway 我希望在这个 我很庆幸做这个工作 无论我做节目或者是什么 因为我真的可以和很多人的人生有交叉点 嗯嗯 有交汇点 嗯嗯 或者你现在搞得好像个人 哈哈哈哈 个人的访问 不 我意思是好像在做市场 不是 但其实你这一年来 是 随着你不同的节目那样东西 我发觉你的咨询层面是否不同了很多 咨询层面 有些人亦是冒命而来找我 刚刚昨晚 刚昨晚 我在网上有一个女孩 她是在加拿大的 她有看这个《神神秘秘秘》的节目 有些人在外地的 去看你的节目的 哈哈 其实基本上《神神秘秘秘》的节目 就应该随着 全世界都看到的 我知道内地都有 内地看到吗 内地看到吗 内地也有看到的 然后她就在Facebook打电话 她说她想问我在外地 可不可以和她做Channeling的东西 我说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 是可以的 你想看什么 然后她说她和她的朋友都很有兴趣 我真的挺有趣的 原来这件事是 你没有想过的 在外地也会有的 我有做一些个人的工作 有些个人的工作 如果有些人有什么问题 就会找我 我想问 做了50集 你对这个节目 你当初 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有些预期 对吗 你当初的预期 和你现在发生的事 是否一致 当初真的很好笑 当初就 被小文叫了上来 好吧 支持个朋友 支持几集 你觉得支持个朋友 比自己做节目更多 你叫我做什么 你叫我说什么 我都可以 你需要一个节目 好吧 我就支持你的节目 所以我没有预期 我没有什么 就是做几集 和她做几集 其实我的预期是日后 我知道我可以自由发挥之后 我就说 我说很多说教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都在说 神神秘秘这个名字 我都想过要改 或者不再神秘 或者什么都好 因为她真的不是 神神秘秘的东西 她真的是一些 商人提升到她的生活 另一个层面的东西 就是她 其实我没有做到 我想做的东西 我有的 你说 最初那几集 只不过上来做一个节目 朋友需要一个节目 所以你支持她做一个节目 那到你觉得你可以自由发挥 是 说一些你想说的东西 是 那一刻你有什么预期呢 有什么预期呢 有什么预期呢 所有我在 这个神神灵的路上的建地 我都想和大家分享 嗯 所有 那么多年的感动我的东西 那些案例 所有在 在徐医生 或者湘田老师给我的教诲 我都想和大家分享 好 现在还能做到 你有做到的 我有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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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达到我想做的东西 好的 那我们总共看出 今天第五十集 神神秘秘秘 那你过往那四十九集 有没有哪一集 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特别印象深刻的 是有一集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 是小文撞车那集 之前那一晚 撞车的 嗯 那我就在节目上 因为他撞车那星期 但是他就做了一个 保护林村那棵树的东西 嗯 那我就在节目中 去呼吁大家去支持 这个东西 嗯 那一集我都挺大的感觉 嗯 嗯 但是见到不用冷静的朋友 嗯 见到就是 哦 见到就可以 很靠近的 即是立刻已经可以 是 是 有很多事发生的 嗯 那时四川的地震 他又在里面 他是去採访 还是发生的 当时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 是出事的 他的妹子 就是小文 他是记者 他透过他记者的身份 把他的姐姐在灾难现场 救他出来 都挺感动的 即是那个义工就是小文的姐姐 是啊 所以你去看看 这本书是会捐助给那些 四川的重建工作 你可以找找他 要从镇央中回来 这个小文 他一直在我人生里面 有很多事发生的 嗯 略有所闻 所以就 那次做节目 正好知道他之前那晚发生的事 这个感觉很深 另外一集 另外一个感觉很深的 就是之前的一集叫做 《外的震堤》 没多久之前 这一集在我惊喜上来的回响是很大的 就是不断收到有朋友说 今天这个节目 他真的有很大的开悟 又或者是移动到他 那我真的很感恩 这件事就是 我有一些信息 就是去温暖到别人的心 或者去对别人的心 对别人有些感染 这个是 是的 你说《外的震堤》那一集 我也帮你手做 是的 那其实你问 我那一集 你讲回 其实我也很印象深刻 因为我听了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 我从来没听过 就是《甘雨》的故事 是的 而我觉得那一集 其实你那一集 你那一集 对于我来说 那个感觉都很深刻 是的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 这个访问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这一句 会让我讲 那一会儿我们再见 好的 大家好 回来第五十集 《神神秘秘秘》的第二节 刚才小珠吩咐我 开始之后 今次到我来说 因为今天就是我做主持 哈哈哈哈 没错 但我们刚才访问过 你哪一集 你印象最深刻 是的 除了那一集之外 还有没有哪一集 讲过两集 还有没有其他集数 你也是深刻的 嗯 嗯 暂时在这两集 比较深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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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记得了 林玉珠女士 嗯 那两集 真的令我眼界大开 对于Waldorf的认识 嗯 而且真的 我请她上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是一个大人物 是的 她在台湾是一个非常 在Waldorf 是一个挺有代表性的人物 嗯 我也挺开心的 因为其实是很巧妙的 她那一天是可以录影 她刚刚 我是邀请Waldorf的人 嗯 她就说 那么巧那一天 林女士是来香港 而那个上午她是可以录影的 其实 我觉得是我的幸运 其实那一天 我们都有 因为我一向 我都跟Waldorf 也有接触 是的 其实这个 林玉珠校长 其实她是专门 为了香港的Waldorf 专门是飞过来的 我知道 是的 但是她没有 其实这个访问是 臨时插进去的 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预先安排 而那个上午 其实她想着休息 但是她就肯来我的节目 这是一个很难忘的事件 而且我想趁这个机会 很多谢所有上过来的节目的嘉宾 很多谢King Sir 第一个多谢King Sir 她支持了我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节目里 在我的振振的时候 她给了很多信心 我也会着振振 是的 因为King Sir 她做网台的节目 她是一个经验多很多 所以她给了很大的信心 给我 而且曾经上过来 这个节目的很多我的学生 很多她上来分享 多谢小文做过很多集的嘉宾 嘉宾主持 还有多谢Pico哥 Linis 她有点点私心 因为她本身是很喜欢新世代的东西 她帮我们很多东西 帮我们设计场 所有设计录影厂 都没有托过手肘 我突然在腦海里 在腦海里面 发出了一条问题 是的 其实我们有很多嘉宾 你也请了很多嘉宾上来 是的 其实你有没有试过 有一次 譬如说 你请了一个嘉宾上来 跟你以前认识 即她说的东西 跟你以前认识的东西 咦 很不同 还是突然间 你说这些东西 我很感谢你 原来我平时认识你 我们谈谈 没有听你说我这些东西 有没有这些嘉宾 有啊 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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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两集才播出 前两集才播出 是的 阿品 其实我跟她 后来事后谈 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强个性的人 OK 但是原来大家做起节目上来的浏览 浏览 和享受 她也很享受被访问 我也很享受访问她 那次大家的气氛 挺开心的 我也记得那一集 我们录得很快 那又录完一集了 是的 笑笑笑笑笑 录完一集了 是的 多谢阿品 上来 还有阿J 阿J 阿J 那一集是录得很开心的 真的多谢所有的人 上过来这个节目的嘉宾 是的 因为50集 我们没有去统计 所以没有一个嘉宾 list 总之上过来的嘉宾就多谢了 是的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这里的老板们说 这个节目的点击率 下落率 都真的不错 嗯 在这个节目里说 是一个受欢迎的节目 也是多谢大家的支持 嗯嗯 其实呢 50集了 其实在过往的集数 你经常都说 嗯 神神秘秘是否改不改名字呢 这样 其实呢 我真的招到头都爆了 什么名字好呢 是否叫做不再神秘是什么好呢 那突然之间 刚才P.A.哥哥给了我一个 brainstorm feeling 多谢他 他说不如大家 就是 现在各位听众 是的 各位听众 你们给我一些留言 你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叫什么名字好呢 或者基于我们过往 初初我们就说塔罗牌 就真的好像神神秘秘 是的 那我们有说过水晶 是的 有说过很多 就是New Age的一些想法 治疗 治疗的方法 是的 有说过亲子教育 很多东西 其实呢 路向真的变了 是的 因为我们说很多 现在很多很生活化的东西 是的 其实很多集之前 因为那时候小猪叫我上来 不如我们上来一起帮忙聊聊天的时候 他都说 都好像不是很神神秘秘 已经不是很神神秘秘了 是的 我想各位观众 如果跟小猪看了这么久的节目 应该看到这个节目的动向是不同了 好了 如果大家神神秘秘这个节目 真的要改名了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呢 大家有什么点提 即管去提出一下 又或者你希望在日后 这个节目有什么题 你想我去讲的 你不妨去告诉我 我试试 看能不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好的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征诚了这个新的节目名 是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不妨在Facebook留言 是的 你可以在RTV的网页 你可以在这个版上留言 你可以在RTV的Facebook留言 再不是的话 你可以去我的Facebook 如果你有我的Facebook 你可以在我的Facebook留言 再不是你是小猪的学生 你是小猪的朋友 你见到他就跟他说 是的 那我所有的Facebook我都会去 我都会去 我都会去参考的 嗯 不过呢 我们下集会不会开始改名 不知道 看看你们 下集我猜就未必过得及 我们就 期待大家的反应 是的 咨询完 我们找一集 就看看有什么名 或者 我再说一次 这个节目出街市 我已经去玩了 我已经不在香港 我已经去假期了 所以我去假期了 收到所有的资讯 可能就已经开始 我在新的节目 录影的时候 已经改了名字 那我们也应该没有什么界限 遲些如果第二次 有一集 你发觉后面的牌 不同了 或者 不用太惊讶了 或者 如果我们减了哪个名字 可能 可以找他上来聊天 也行 为什么你会建议 改这个名字呢 是的 我们会 不知道 好 说完了 差不多五十集 也是一个回合 是的 刚才我们也在想 就是 其实你未来 你对于这个节目 改名也好 改名也不好 你有没有什么展望 展望吗 嗯 我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有封烟呢 不知道 如果真的有封烟的话 可以立刻去和大家更多互动 即是做直播节目 封烟就要直播了 可以的 封烟的话可能是直播 又或者 你们有耐信 我可以立刻解答 其实现在也可以 都可以 也好 即是设立一个神神秘秘秘 陳小珠的信箱 是吗 你有耐信我可以解答 即是我想多些和大家互动 互动 又或者是 展望 我仍然希望这个节目 是有交流的 去看人的内心 或者是 带一些价值 给社会也好 给你们也好 给什么也好 我仍然相信 在新世代中 有很多题目 我们可以掌握 虽然你会听来听去 有些是重复 但我觉得好的信息 我也不介意 多重复到几次 今天可能是你听到 或者是你的朋友听到 又或者下一次你觉得这个节目 你再分享给其他朋友 我始终会觉得 对 我经常说 許医生也说了十多年 仍然可以 这么多人喜欢听 一定有一个价值 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 我也有点奇怪 我会觉得 如果当我们观众也好 面对一些难过的关系 有时当我们面对难过的关系 其实这些说话 希望可以有机会 令他更容易过 很有趣 我开始有些学生去问我 一些状况 早上过几星期 有个学生去问 他和我家的状况 他和他爸爸的关系 我问 其实你有没有看到 我神神秘秘哪一集 哪个题目 不如我诚意 我诚意你邀请你去 你去看一看题目 看一看题目 就是我现在想跟你说的 有时我打不都打得这么多 所以我说 不如你去看一看那个节目 我希望 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 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觉得哪一集 適合他使用的 就返回那一集给他 叫他去看那一集的节目 因为他好处好处 他已经在RTV的网页里面 任何时 你可以当作给你的朋友 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你上去打神少珠 或者神神秘秘 其实他已经会出现那些节目 而且我知道 这个节目还有放上去YouTube 或者放上去土豆 都有这个节目 你觉得 方便你 你觉得这节目 里面的讯息 適合你的朋友 那你就 发送给你的朋友 真是 功德无量 我突然间很感动 其实每个人面对半时间的时候 其实真的 有时 身边的人说的东西 坦白说 没有那么容易听得入耳 反而其他人说的东西 因为你没有下集 你会收得尽一点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有需要 真的继续回去听 还有节目可以下载的 节目可以下载的 下载率也可以 下载率也挺好的 大家可以突然间 今天才见到陈小珠 你可以慢慢看过往的几十集 都应该会挺精彩的 好 让我回家找路 以后就不用播剧了 看节目了 好了 讲完展望 还有希望有Apps 即是 将来推出Apps 在iBooks iPhone那里可以看到 挺好的 iPad又推出Apps 是的 好的 继续 其实以我所知 有很多网上的东西 都开始有这些Apps 有没有发展中的了 其实我们现在 不知道 这是展望 我们直入这个展望 好的 好了 讲完展望 我想 可能有一些嘉宾 你会不会有一些嘉宾 你是很想邀请他上来这个节目 但是你有没有邀请的 有 去医生 慢慢讲 去医生 他实在太忙了 我可以告诉你 去医生的节目 不是人的节目 他除了去海外 他会去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香港 他还要在台湾北中南 在不同的中心里面 有他的讲座 他的节目是满得不得了 还有他的诊证时间 其实没有人可以见他二十分钟 虽然那医生 见他那二十分钟好像很少 但是 功效很可以 我很想找一次 其实我也想做户外的访问 如果Adenis教识我 拿个咪去做访问 和加拍摄的话 我去台湾找他 跟他卖一个时间 然后跟他做拍摄 去医生 王者 王桂庆女士 就是赛斯最早的翻译的人 还有很多的 又或者有机会是Rick Rick来台湾的时候 Rick是什么人 Rick就是当年 赛斯的ESP班 在赛斯 他透过James Roberts 和学生上课 每个星期准时上课 其中一个学生叫Rick 他就是 什么人 把出体这个课程带去 《三十日学会灵魂出体》那本书的作者 他就是当时 就是赛斯的学生 就是什么国籍的人 她是美国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是什么人 还是什么人 哈哈哈哈 我是什么国籍 哈哈 是美国人 是男人 是男人 如果她有机会的话 我也很想访问她 她真是亲身经历 我突然想和各位观众 如果任何人和Rick有联络 或者认识她的各样东西 她是在美国 她已经有一把年纪 她刚刚刚才上课程 我想七十多岁 因为Jane和她先生 都先后离开了 她的年纪就回来 所以如果她有机会再说 我都不想坐过这个机会 真的可以去访问她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突然想和大家说 各位观众 如果任何人和Rick有联络 或者你可以认识她的各样东西 可以通过联络给我们 是的 但Rick就会 因为现在所有蔡司书的版权 都在Rick的手上 现在正式交给蔡司文化 所以为何蔡司书全部都重办 原因 就是因为蔡司文化 重新将她再再再版 蔡司文化这个出版社 是的 就是许医生的出版社 这些人我想访问 湘田老师我想做访问 当然湘田老师 我们一直定期有她的讲座 上去这个网上 但与她做访问 又或者是 有本书叫十二感官 十二感官就是在人智学中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这本书是最近再版的 翻译版 因为她之前就是德文社 是的 然后这个翻译的译者 这个台湾男士 这么巧就是湘田老师 其中一个学生的先生 嗯 她是由英文译成中文 还是由德文译成中文 英文译成中文 英文译成中文 之前她是用英文译本译成中文 是的 所以想 因为我们正在谈她来香港 如果有机会 我也希望她上来做我们的节目 因为人智学 十二感官 不只是对小朋友重要 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当你明白十二感官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明白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如果你说十二感官 我最初是因为我要教小朋友 所以我才去认识十二感官 但是 你刚上完课是吗 刚刚上了几课 但是十二感官 我有很多书我看过 但是 按一个 因为她是人智学 一些很原本的文章翻译过来的 原来十二感官不是单单关乎小朋友 而是关乎我们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为何这些感官 令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交流很多东西 是比我想象中更加精心 更加傲比的 是的 更加庞大的一个系统 我希望她邀请到这个翻译来 这些嘉宾暂时在我腦里出现 是我想邀请她上来的 好的 那会不会有一些嘉宾是 就是你毫无头緒 不过你又想起她 这些都更想邀请 这些就是你想过的 那这一刻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嘉宾 差不多了 暂时是想到这些 我想说 其实一直听你说 要邀请她医生 要邀请王姐 要邀请湘婷 湘婷老师上堂 我们真的谈很多 但是你这样访问她 其实你又会带很多很私人的东西 很可爱 我想做一些陪连会 如果拿着她的攝影 去她的家 这个就是她的家 这个就是她生活的地方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这是展望 不知道老板看不看得到 那我刚刚一路听你说 我都心悠悠悠的 如果可以一起坐下做我的节目也挺好的 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 科技越来越发达 其实不一定是各限在录影厂 就算现在王姐的讲座 很感谢Lindis 她每一次到 是在场地里本身做录影的 这算是一个户外的制作 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很多东西也是有可能 如果是湘婷老师的节目 其实我以前很想去听 不过各样事情我失望了 我上次突然觉得 真是好 看不到不要紧 按下网 但现场又不同 因为她每一次会 她们会在现场收信息 而是跟在场的人有关 那你的感觉又会不同 不过 我现在常常都爆 我刚才想跟你说 你这个墙已经爆了 是的 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 爆到我们必须在外面 需要去找外面的场地 但也希望更加多人 可以更加知道 或者认识到这些信息 或者接触到商场老师 可以更加多人受益 但是 是的 但是 不知道 如果你说展望 这是其中一个展望 我很多 你的展望很大 嗯 好 有胆去思考 是 是的 好的 好 有什么想说呢 有什么想说 我问了很多 譬如 这50集 不如分开两部分 你有什么想跟观众说 嗯 刚才说了很多 但是 能够到50集 的确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嗯 而我相信这个节目 我当是一个小小的成功 好的 我自己是一个成功 我突然想起 是 其实你也有做电台节目的 嗯 那你其实做 视频的节目 和做声音的节目 你心目中有什么不同 哦 哦 我不知道感恩还是不感恩 因为 这边这个节目 就没有什么广告的 OK 就可以 可以唱所欲言 我们每一次 差不多 大家有留意的 我们没有NG 所以死火位就照死火位 电话响就照电话响 大家都知道 电话响也试过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可以去讲很多 但是电台节目 都是东东和我一起做 我们很突然 我们每8分钟就要停 因为有广告时间 我们开始刚刚接的时候 怎么办 8分钟都没有进入那些题目 就要收缸了 然后又8分钟再来 但是我们也适应了 但是真的很不同 那个感觉很不同 但是这里 在这边的平台 我们可以讲得尽程一点 或者深入一点 还有 时间相对地长一点 对 长一点 我们真的可以 有些题目可以发挥得到 但是我觉得两个不同的平台 都是两个不同的 我要珍惜的东西 如果你有什么话 我会珍惜这个平台 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但是我希望这个节目 对我有意义之外 对其他人也会有意义 好的 其实你做了多少集 我和你一起做了整十多集 是的 是的 不要紧了 因为我只是嘉宾 不要说 但是刚刚 刚刚走了 刚刚想说 就是 我想说 原来做主持 是不是真的不容易 哈哈 我们每次上来 都是小猪又开始讲 然后又开始讲 又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当我坐在那里做嘉宾 我也是嘉宾 来的 我完全没有压力 没有负担 有东西便说 没有东西便收口 但是这一集 因为我们召转角色 因为我做主持 你做嘉宾 你终于明白我的压力 哈哈 原来做主持的压力也挺大的 第一 你要知道你准备的东西是否足够 准备的东西 准备的东西 你又怕不够时间讲 但是准备的东西 不够的时候 你心想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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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俩了要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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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做主持的过程 是要不停地用劳 又要根据你所说的东西 然后去做 所以我说完之后 我就说 来来 我想赞你 是的 因为你是要很舒服的 要很在的 因为你是要很和嘉宾有关系 他回答些什么 然后你再去问他些什么 是要很在的 你的人是要很在的 否则你可能会来一提 又或者你会再问 这个状况会出现 但是不要紧要 这也是经验的 哈哈 我希望这一集的神神秘秘 不要了 你收场 你收场 我只是做嘉宾 好 这一集我们的神神秘秘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哈哈 我们就回顾了 很好玩 挺好玩 我们就回顾了 小朱这五十集 时间就差不多了 啊 在展望那里 刚才我提过 想我说生命数字 嗯 所以如果你也想听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 告诉我 我就真的去考虑 开始去讲生命数字 在这里 好 以我所知生命数字 是很好玩的 很多东西要学的 而且你认识这一件事 亦都是对自己一个 回顾 一个课题 你是令自己知道 有些什么 我可以做得更加好 那样东西 让我呼吁一下 我必须要说 如果在这里讲生命数字 只不过可以轻砍醬油 因为正式来讲 一个数字 是可以讲三个小时 是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都可以的 所以我不可能 在这个节目中 这么长篇幅地说 所以我会每一个小时 每一个数字 是这么医疗一疗 让你感觉一下 今生命数字是什么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是的 那我们呢 多谢小朱和我们做了50集 谢谢 我做这个加班做得很开心 我们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拜拜 下集再见